大家好 我是Shenna 今天煎雞扒 加配菜和咖喱炒飯 兩塊雞腿肉 用刀背剁一下 煎出來會比較鬆軟 如果雞扒特別厚 就把它割幾刀 讓它容易熟 再用紙印乾 用少許鹽和胡椒粉醃一下 不要放豉油 煎出來會變黑 用手輕輕按一按 讓調味料黏在雞扒上 煎出來 最好可以醃過夜 全都入味 或者至少一小時 燒熱鍋 油不用太多 因為雞皮會出油 雞皮會出油 雞皮向下煎 保持中高火 每一面要煎6-8分鐘 煎至金黃色 就可以翻到另一面 煎好 煎好之後 讓它休息3-5分鐘 現在來做個配菜 半個洋蔥切絲 少許紅椒也是切絲 紅椒也是切絲 黃椒也是切絲 我用了兩種蘑菇 令它的味道更豐富 炒熱鍋 少許油 先把洋蔥爆香 當聞到香味的時候 放少許鹽和糖 繼續煮 這對比一點耐性 煮不到8分鐘 煮到洋蔥有點焦焦的 它的香味才會充分激發出來 這個時候再放甜椒 炒軟 再加蘑菇 再放少許雞湯 蘑菇軟了之後 最後放鹽和胡椒粉調味 蘑菇和甜椒吸收了大部份的雞湯 你看到鍋裡 煮到鍋裡剩下少許湯汁 就可以關火了 然後用昨晚吃做些冷飯 做個快手咖喱炒飯 用油爆香紅蔥頭 再放飯炒 發個蛋 倒下去炒均勻 兩匙生抽 少許糖 糖可以讓飯分開一粒粒 不會黏在一起 再放2-3匙咖喱粉 紅蘿白粒和粟米 放點蔥花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 放一小塊的牛油 它可以令這碗炒飯 提高到另一個層次 你吃的時候 不太覺得有牛油的味道 但會令你雌甲流香 牛油用了就可以關火了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食譜 多謝收看 喜歡的就給個like我吧 記得留言分享 和訂閱我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鈴 提醒你有新的影片 下次見啦 拜拜